今天是農曆七月一日鬼门開 民間不少禁忌 像這個月能不能買房交易 也引發討論 禁忌比較多 感覺買得好像不太好 會想要了解說 那個之前的屋主的一些背景 怕有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民眾鬼月買房顧慮多 但風水專家分享 鬼月看法可是有技巧 早上去看一遍 那早上什麼時候 就從九點到下午一點 下午五點鐘到六點鐘 再去看一遍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早上是看陽 下午是看陰 所謂看陰就是平你的感覺 在這房子裡面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感受 用艾草精油水噴霧 進化屋內 農曆七月搬家或裝潢 其實不用擔心 也有小撇步 那這種相信在民心修徒上面來講 就是避邪的 驅邪的 沒有所謂七月份 不能搬家這個事情 你心裡面還是有疙瘩的話 那我們建議你是搬家 但是先不要所謂的入宅 那如果說你在七月份 床一定要搬進去 床跟地板 那中間放一個紅包袋 想放著壓著 有趣的是農曆七月 在房仲看來議價空間大 鬼月只是簽約買賣 那真正的搬家 其實以台灣的一個 整個過戶習慣 大概都一個月 這時候看屋的人潮 反而比較少 那屋主反而會 真珍惜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反而 也許在這樣的議價 的一個時期來講 你可能可以爭取到 比較大的空間 鬼月買房 靠技巧破名堅禁忌 說不定還能趁這時刻 撿到便宜屋 東森才藝新聞李仲翔陳維佑 台北採訪報導 有趣的